没想到拼多多这次出现在我视野里是因为杰哥六万人助力的事情 六万人的助力不出意外的失败了 拼多多一开始给的解释就是系统防豪羊毛 但是作为一个丰控从业者 我觉得这个确实是真的 然后拼多多又突然让杰哥拿到了手机 这整件事情背后所报道的内容用的全部都是通稿 把整个事情当成拼多多又一次碰瓷营销 我觉得也是可以的 话说回来拼多多每一次通过这种助力搞碰瓷营销 乃至最后需要到法庭上面去解释自己六位小数点的事情 相比他导师爱马仕来说差那么一点点火候 作为时尚大渊种的聚集地 爱马仕给人最深的印象就是赔货 不会有人说爱马仕给人最深刻印象是包吧 作为一个靠时装起家的公司 爱马仕的品牌价值一直以来都是希望你认同 他所推崇的一种生活方式 通过大量购买爱马仕周边产品 有钱人的生活 就是这么朴实物华且枯燥 从几千块钱的马鞍到几十万的地球仪 在我们这些普通人心目中 感觉买这些东西的不都是大渊种吗 哎还真不是 当网上面都在教你怎么用最小配货 买到爱马仕Burkin的时候 如果你一次性买够一百万爱马仕周边产品的话 你是可以拿到一个叫做SO的资格的 类似于定做一个你想要的包 一百万其实也不多 也就一个地球仪的钱嘛 当然如果你不买的话 你就要去线下销售门店面对SA的丰富经验 他们会根据自己的KPI和用户的冤种程度 对每一个用户进行评估 让这些用户购买高利润高库存压力的产品 呃对了 如果试图买包的是一个舔狗的话 给这个舔狗设定的销售目标就会超级加倍 超级加倍之后的结果就是 作为品牌营销界的鼻祖 爱马仕自然知道配货这个title对自己品牌的影响 在没有改变任何线下营销策略的同时 爱马仕上线了自己的小程序 通过营销和风控的紧密结合设置了一道 在我看来是完美的叹息之强 凭借数十万富商和数百万大原种积攒下来的数据 爱马仕有套非常完善的冷启动和热启动算法 这套算法保证了每一位不受欢迎的客户 在登陆小程序的时候看到库存永远都是零 而随着对品牌认同度的逐渐提升和消费金额的累积 系统对你也会有更多的了解 这个时候你就会看到有一些包对你敞开了大门 但是根据市场需求供给 以及内部数据科学团队的计算 这些成功下单的客户就会被送进第二层系统进行筛选 为了保证不把一个包给到错误的客户 就是保证利润最大化 这其中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系统设计 爱马仕在每天下班之后 小程序上面那些按理说需要配货才能买到的东西 都是会下架的 这套下架的流程就是为了防止一些有能力的从业者 通过技术手段给自己下单 毕竟真正安全的防火墙就是物理断网 这个第二层系统是每天晚上 数据库会根据一些统计和分析 基于库存和每个用户的评分 重新统计每一个用户的购买资格 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有些用户在成功下单以后 依然会被砍单 因为爱马仕除了卖生活用品之外还会算命和配钥匙 您算什么 您配几把 把路完全堵死肯定是不行的嘛 不然别人就会怀疑你的小程序是不是把大家都当小丑 所以每隔一段时间在各大平台上面总会有一堆通告 拿着相同的图说我们在爱马仕小程序上面用软件抢到了包 简直就是计算机改变生活或者python改变生活 不可能的 大家都是同行能让你抢到这个包 他们的风控还干不干啊 爱马仕对分析师要求是高得离谱的 当然他们的收入也高得非常离谱 如果能犯这种低级错误 老板肯定是扭头就走 当然还有两种可能啊 就是博主们又推荐你来上培训班了 或者大冤种老公给了老婆一个惊喜 作为一个生活品牌 爱马仕确实有一套令人侧目的价值体系 我的同行里除了有那些靠技术硬闯叹息之强的人 也有一些真的喜欢爱马仕版型 爱马仕设计而去买爱马仕服装的 他们手上的SO可能比很多博主家里的包吊多 但是他们买爱马仕真的因为他们喜欢爱马仕 他们认可爱马仕的设计 但是事实上爱马仕不是给你的认证 而是你给了爱马仕认证 就你每天挤地铁上下班 你买的那个爱马仕是哪里产的 这重要吗 爱马仕的营销跟风控真的比拼多多好了太多太多 我也期待拼多多下一步能做出什么有意思的事情 不要老上法庭 而关于这两个品牌 你有什么想法的话 我们评论区见